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现正流行的新冠肺炎病毒并不是同一类型 狼野病毒是亨德拉病毒的其中一种 它的近亲 类百病毒 曾经在孟加拉 加纳 印度爆发疫情 致死率达40% 虽然狼野病毒还没出现死亡个案 但有诱发致死性疾病的可能 还是不可掉以轻心 依据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杜成哲分析其论文指出 目前针对25种动物检验 在趋经中发现狼野病毒的血清阳性比例最高 推测可能是病毒的天然宿主 而针对人工饲养动物的部分 在狗 牲羊等牲畜血液中 发现到狼野病毒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发言人庄仁强 在7号受访时表示 感染狼野病毒35例个案当中 26人仅感染狼野病毒 另外9位出现同时感染其他病毒的状况 26位感染狼野病毒者 全数都有发烧症状 半数呈现无力 咳嗽 厌食等症状 目前没有死亡个案 追踪资料显示 患者之间也没有密切或共同接触史 其中9例个案与密切接触者 也没有出现人传人的证据 因此判定人类感染只是偶发或散发事件 但是否会人传人 仍无法完全下定论 后续疫情发展还是需要密切注意 台大儿童医院院长黄立民则提醒 若狼野病毒出现突变 变得更加适应人体免疫系统 就有可能发展成人传人的疾病 民众应有所戒备 庄人祥对此进一步说明 基于狼野市新型病毒 已有期刊发表并公布其基因序列 台湾的实验室会依此来建立核酸检测标准化方法 预计周内完成 未来政府将视狼野病毒疫情走向 若有需要 会迅速纳入重点监测的项目 等到检测方法建立完成 机关署也将与农委会合作 监测动物是否出现相似异病 如果没有出现案例 加上中国大陆的个案不多 研判从境外全入的 几率会更低 新闻光笔提供您观点思考